OK,来,开馆前先来一段工商资讯 如今我们进入了行动管制令MCO2.0 过去几个月,老板们在这一段期间都会面对几个问题 第一,员工的工作效率低 第二,有急事要找员工的时候,电话打不通 第三,和客户开会的时候,员工竟然敢敢迟到给你看 那么面对这一些困扰,其实可以不用烦 馆长给你好介绍,只要你有Vimigo奖励系统 V-I-M-I-G-O,V-I-M-I-G-O 就可以用这个apps轻松掌握员工的工作进度 它到底是work from home,还是sleep from home 查一查这个apps就一目了然 要了解更多关于Vimigo的详情 你就马上滑下去我们的资讯栏 有你想要的答案,记得Vimigo,V-I-M-I-G-O 欢迎收看和收听这一期由Many Cost Marketing 为你冠名赞助第19期的风人馆 上几个星期我做了连续四期的政党青年团系列 访问了马青,公青团,社青团,还有明青团的团长 了解这一些青年团跟政治 以及如何卯足全力争取更多年轻人的支持 以及他们对选举的规划 那么这一期我们回来谈一谈马来政治 而今天的嘉宾是社交媒体时评人 可能大家对他不太熟悉 不过他是长期关注马来社会的戴指尖 指尖,欢迎你 你好,志冯 OK,那么指尖 你也属于半个时评的网红了 你长期都在关注马来政治 从以前那期担任首相期间开始之后 西蒙的马哈迪任向 然后到现在国盟穆尤丁担任首相 你都有留意马来政治 也有很多来自朝野政党的马来朋友 那么这一期一定要找你来聊一聊马来政治 OK,第一道问题就是你如何观察 你如何去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说今年2021年一开始 那么马来政治到底他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是不是碎片化的情况 就是大家就切得很碎 已经没有一个登高一呼的政党 或者是领袖了呢 我个人的简介是 当要看马来人政治的时候 一定要分三 其实四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肯定就是所谓的基层 基层又有分两种 所以基本上是两个层面 第一种基层人物 就是基本上跟政党或者是政治人物 没有很明显的挂钩 就比如说他们是普通百姓马来人 就挂着一些很朴俗的生活的那一些马来人 第二阶层就是那一些比较中产阶级的马来人 中产阶级基本来说就是比较可以用英语沟通 然后跟相对之下会比较亲 会比较喜爱西方文化 或者是跟潮流会比较挂 比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挂钩 然后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政党人士 政党人士就是已经加入了党籍的那一些马来人 就是他本身就会有一个党卡之类的 然后最高阶级的就是所谓的马来政治人物 所以马来政治人物呢 基本上就是已经成为了州议员 市议员或者是最层面来看成为了党部 支部和区部主席的那一些 我就姑且把他们归类成为一个大体 就叫马来政治人物 这四层面形成了一个 对我来说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金字塔 最底层的那个是最大型的 然后最上面最小 然后每一个层面都有一个东西作为主轴 就是伊斯兰教 就是他们的宗教 目前马来人 你要了解说他们已经不再把马来文化 驾驶于高过伊斯兰文化的一个定位了 以前可能二三十年代四五十年代的时候 马来情操会比较 较高就好像当时候巫统被创党的时候 是喊着马来人情操 就是要马来人团结这个东西 但现在我要残明这些 就是因为之后要把这个马来政党 跟伊斯兰党去做一个全面性的探讨的时候 这一个背后了解 背景了解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近期内 也就是近二十年来 马来人已经把伊斯兰的地位 驾驱于马来人地位之上了 所以我们当说马来人的时候 其实如果你要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来分开来 马来文化和马来历史跟伊斯兰文化 和伊斯兰历史是完全可以 分开来看的东西 但现在因为他们马来人已经是把伊斯兰 定位在于最高最崇尚的定位了 所以这四层阶级里面只有一个主轴 主轴就是伊斯兰教 所以志峰刚才您说 今年年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你要那个问题 要以这四个不同的层面来探讨 因为四个不同的层面 虽然他们是马来人 但是其实他们的那个情操 是有一点小分别的 就刚才那个问题 你说四分五裂到不能几 其实是发生在最顶端 而第二层就是跟党有瓜葛的马来人 才能看到的东西 但这一个是马来人跟华人 不同的地方就是很多马来人 跟华人比起来相调之下 比率加入政党的比率 远远高过华人 就给了一个很简单的比率 巫统成为一个党 差不多几百万三四百万个会员 这些会员组成了党的基层 马来西亚的马来人 可能只有1600多万 差不多有三分之一 或四分之一都是党员 这只是巫统而已 而相调之下 赢了40多席的行动党 党员可能超过100万 所以那就是证明说 那个第二阶层的马来人 就是跟政党有瓜葛的 政党基层的马来人 远远高于华人 所以他们这些人 说话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激动 可能会比较被自己 本身的党籍的影响 而华人相对之下 我们本身的党意识 绝对没有比马来人高 所以很简洁的回答 你刚才第一道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马来人是否无恋 下面不觉得有四分无恋 上面绝对是四分无恋的 OK 那么其实刚才你有提到一个很关键的点 就是这二三十年来 就是宗教取代了马来本身 因为过去的话可能是 Nationalist Malai Nationalist 那么现在呢是这个宗教就是 Islamization 就是伊斯兰化的 那么这个它的这个差别 它出现的点是什么东西 触发马来人从原本的这个民族主义 转向伊斯兰主义 转向宗教主义呢 因为过去的话通常都是 Race跟Religion 并不会说到说特别强调这个Religion 那么现在在整个马来社会里面呢 Race反而没有这么被被被被凸显出来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 你刚才说了一句 就是这个Islamization 是伊斯兰化 其实我觉得 这个趋势呢 跟这那四个阶级啊 有不同的一个层面的解释 就对基层的来说呢 就是基本上是我觉得比较多于阿拉伯化吧 其实我们华人或者是非穆斯林要清楚一点 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伊斯兰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宗教 才可以去探讨穆斯林 本身的那个习性是如何 所以我就很简单的 取出那一些比较重要的论点 第一 伊斯兰是一个全面性的宗教 它不像是一个可以把 制度和宗教分开来的东西 就算是你看西方世界 以往他们都是基督教 或者是普世教 或者是东征教 也花了几百年的时间了 才可以把这个宗教完完全全的 从一个国家的体制里面分割化 尽管如此还是要把那个粉底缸 列为普教 就是Catholic的中心点 才可以让人民安息 伊斯兰教就反而没有 伊斯兰教一开始以来 他们那一个宣教的方式呢 就是处于一个 人类就是神的代行者 就是California 这样子在世上 然后他们这个先知 也说我不是神之子 我只是人跟你们一样 我只是一个先知而已 所以就造成了 穆斯林当时候 在一千四百 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时候 提倡了一个平等性的运动 跟起普世教或者是基督教 比起来的话 会比较相对的吸引了很多人 也就是当众也解释了 为什么伊斯兰教会当时候 被完全被发扬起来 那个发扬地就是在中东 当他发扬到来马来亚 或者是半岛的时候呢 其实是带着这那一种情操过来 然后那时候马来亚的半岛人民呢 可能都是那一些 就是和印度 信度教徒和佛教徒 那时候马来亚的佛 马来亚半岛里面原住民 那些佛教徒也是 北传 南传的都有 所以当时候伊斯兰一进来的时候 就扎根了 它扎根是一个形式性的方式扎根 然后就如所有形式性的宗教 大家都可能不了解 那个宗教的本质的时候 就知道我一定要礼拜 我就去礼拜咯 不能吃猪肉 我就不吃猪肉咯 不能喝酒 就尽量少喝酒咯 就好像华人一样 其实佛教徒呢 佛也惯例了五戒嘛 五戒就是不赢 不杀身 我们还是照吃 再杀身 我们不可以打亡语 还是很多人打亡语 不能喝酒 还是要喝酒 其实因为只要你把一个宗教的形式 注重于它的形式的话 你就忘记了本质 然后当中佛教也是一样 当很多人开始了解佛教本质的时候 就是把那一些 你可以啊 或者是打经典开始读的时候 可能对人生会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改造 就会开始去打坐啊 去开始去修行这样子 然后马来人呢 对我来说 在80 90年代的时候 就有一个大型觉了 他们可能是因为接触了更加多 关于宗教的知识 才慢慢的从80 90年代的时候 演变成一个形象 也就是他们从形式化的伊斯兰 变成主族伊斯兰 他们开始把那个哈迪斯 开始来阅读 他们开始把四个Mazak 不同的分歧做对比 他们开始去到那个 祈祷室或者是 清真室呢 听Paskiraf 听那些乌萨怎么解释 以往二三四十年代的时候 可能没有这种东西 伊斯兰只是一个形式化的方式 传入进来 所以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 就是资讯公益发达起来 而且政治 这个安华呢 也开始提倡了这一个所谓的 要了解多于你宗教的东西 所以我整 细节我就不说了 整体上就是他 勾起了那时候 马来人的兴趣 就是穆斯林的兴趣 不要只是看肤浅的东西 要进去里面 把伊斯兰这个东西 全面性的去探讨 而这个伊斯兰党呢 他们就是 以这个思维模式呢 开始了前锋啊 所以那个时候伊斯兰 我也不说他们是左翼还是右翼啦 他们已经几乎到了一个白日化的地步啊 不只是把这个我们的虚拟派 里面的东西 他们连那个实业派的东西也拉进来的 所以就造成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实业跟虚拟的大问题 而造成了这个 比如说 马里的case 以前前副首相要没有办法 要去以这个紧急状态来处理这些问题 都是因为宗教宣扬的过程 已经白日化了 那个年代 然后之后 敦马尔迪呢 就开始了他自己的权益模式 他就开始做了一些很大型的公布 就说 马来西亚是个伊斯兰国 不容之一 不用再问了 就不要再讨论 所以再问了就把他们丢去干蒙冰 之类的那些做法 就把这一个白日化的问题 姑且按下来 然后之后他也用内安法令 把那些跟虚拟派 最主流意识的穆斯林呢 就比如说那个 迦马尔迪斯拉面 之类之类 类似这些人 或者是实业派的穆斯林呢 很多都会遭到法律的制裁 也就是唯一审讯 就把他们逮捕了 所以当时候 很多在这个内安法令下被取留的 都是这一些宗教异端分子 回到来现在的这一个 马来西亚最大的这个马来政党 巫统 那么其实你觉得说巫统 现在他到底有分多少个派系呢 一般上的这个媒体的说法呢 就是有分三大派系啦 就是法庭的这个派系 Zahid跟Najib 然后当官做官的做部长的 比如说Hisham啊Kairi 那么还有另外派呢 就是没有当官 但是有党职的 比如说像他的这个 Number 2 属理主席Mormat Hassan 那么你觉得说现在巫统 他是存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其实是六国大风向啦 因为你要这个问题呢 问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答案 比如说你去年9月问我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7个不同的分派 到11月的时候就变成4个分派 到1月的时候就变成6个分派 到现在2月多的时候 又可能回去了8个分派这样子 所以是因时间而定 因为政治人物在这一种 比较不肯定的窘境之下呢 他们比较不会曲线自己的 那一个发展范围呢 于中心为对某个人物的中心 他们都是看自己本身 和自己后面的人的利益 作为大前提而着 而思考自己要怎样去安排 所以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那一个 催化季啊 就是那一个所谓的催化事件呢 就是上月的巫统大 巫统最高理事会会议嘛 所以这个巫统最高理事会会议的时候 他们把这个安华穆沙 结顾了 而委任这个阿玛马兹兰成为所谓的 secretary general 从秘书 所以这一个东西就证明了什么呢 其实没有证明什么 就说这个人跟我不同的地位了 刚才志峰你说 巫统分了很多派系出来嘛 然后媒体上失败嘛 其实现在来说呢 呃 那一个派系的维持度啊 有flapping呢 一所同时是这两派的 就我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说 这个凯莉扎马 鲁丁啊凯莉啊 他是哪一派呢 马亚杀比又是哪一派呢 嗯 嗯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只要是那个情况允许的话 他们都会跟随党的指示而走啦 所以呃 你很难从单一的行为呢 看得出来他们到底是跟随着哪一个派系 但总体来说呢 我跟我我我不以人呃 来分派 我以形式来分派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巫统呃 不分解派 就是我怎么说 只要知道巫统会分解 我就不要去呃呃 去呃呃 呃这一派系 你就会看到很多那一些比较保守一点的呃 呃物中党员啦 第二个就是 有哪一些的这一派 就好像呃呃 西山木丁啊 西山木丁这样子 呃就是我不要出生 只要是党不会溃掉 我就不要去 然后政府又不会垮台 我就不要去惹事 可以专心的做我的部长就好了 所以你就看西山木丁会 很少谈及政治的事情 凯莉也是一样 凯莉就说了一句嘛 主要是党叫我辞职我就辞职啦 但是党没有叫我辞职 就辞职啦 那是我在里面里是会说什么呢 呃我们 外面的人就不大清楚 只能传菜的才子而已啦 这个就是呃他们的处事方式 这个就是呃 安稳派了就不要乱就好了 因为目前的 怎样都好 只要是一分个对我都不是很好的事情 嗯 第二个就是静观期待派 静观期待派就是所谓的 像你刚才所说的 自封这个书立主席 呃 不出生 看行就是如何 看谁跟谁在一起 你然后再 有没有 呃放一点photo 在社交媒体告诉说 呃我们不是敌人 我们不是朋友之类 呃类似的东西 第三就是所谓的那一些 呃等部集派了 呃 呃 呃媒体就把他说 quad cluster 我就说其实不是quad cluster 里面的 因为呃没有 很多不是quad cluster的人呢 呃都有加入这一个证 就等部集派了 你们答应的东西都做不到 你们跟我们之前讲好的东西 我所谓的你们就是政府 其实不只是 court case而已 因为比如说前首相 纳吉 他说过了我不要 那个withdrawal 只要的case to be carried on in a fair manner 他就跟这一个 登顾阿南和Zaid Hamidi 的讲法 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前首相纳吉 纳入这一个court class 就比较有点不对 那个名字 他只是等不及派了 我现在I want to see it now 答应过我这种信息 答应了什么呢 大家各有所持 总之他们的那个 就是因为你不 carry out your promise 所以我等不及派了 那么其实原本 如果不是因为紧急状态 不是因为MCO的话 巫统将会在1月31号 就举行代表大会 然后可能就会 做出一个决定 到底要不要跟土团党在一起 那么你觉得说 现在巫统基层 就是他每一个bargain 191个bargain 他们大部分的那种 心情大部分的想法 是要继续留在Brikatan呢 还是要unfriend 这个Bersatu 整体上是unfriend 整体上是unfriend 是unfriend 这个已经到了一个 不可以传财的地步了 是很明显的需要unfriend 因为巫统下面的人 刚才我说的四大派里面 最大的阵营就是 你看这个三角形 下面有基层马来人 这有胆瓜 勾的基层马来人 这一层最有影响力的 还是那些等不及派 所以等不及派 我要抽身了 然后这一般人就觉得说 嗯 抽身了 而且他们的narrative 他们的用词也 也撬到好处 他们就以这一个 pansio extension 以这一个sapa 周旋过后 冠状病毒的那一个个案 雕神的情况 来潜政府说 你已经fail了 不能为人民带来任何福祉了 你应该要卸下来 主办一个大选 或者是让我们这些比较能干 然后会弄那人上去 而且这一些被煽动的人民呢 也开始比较火热了 因为他们觉得说 因为其实是互相影响的事情 当经济不好的时候 人民就会觉得 有一种水深火热的感觉 当人民觉得 有水深火热感觉的时候 就会觉得要找一个地方出气 这时候马来人就会 其实不止马来人 人民就会这样子 就会把矛头指向政府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三角形的马来人 金字塔里面 继承了 和那个 这个所谓的等部级派 已经占了首席多数来 那么其实 如果现在举行 这个代表大会的话 他们就会unfriend掉 这个Bersatu 那问题是 未必 未必 怎么说呢 因为刚才我说这一个金字塔的时候 我所谓的 马来情操呢 是以最下面的两个 就是跟政党有瓜葛 和那个完全跟政党没有瓜葛的马来人 但是其实 当你提到武统大会的时候 就不是这两层了 就是在党里面有参与选举的人 跟那个党魁 所以这个党领袖 跟党 OK 党领袖 固且就把那些智慧的那一些党员 就 所谓的 有投票权的那些巫统会员 跟这一个被投票的那些巫统人 我就把他们 以党领袖跟党魁来分别 这一些第二层的党领袖呢 他们的想法 未必跟这个基层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有 比较多和比较长远的利益考量 所以 基层的马来人可能觉得说 你不给我Moratharian 你不给我这个BBM Plus 你不给我ICNA 我就不要你了 但是这一些 在武统大会选人的 这一些党领袖 第二层的党领袖 他们的想法不是只是 我没有Moratharian 我就不要支持你了 他们会以一个本身的利益作为考量 我要支持谁呢 我要支持西藏布丁呢 还是凯琳呢 还是Ismael Sabri 还是Dokmat 还是Zagin呢 他的考量点呢 往往是比较长远的一个东西 所以今天可能觉得 有武统大会 武统大会那个议程呢 可能有分几个不同的东西 第一个可能就是说 不要再支持这一个 BBM了 但是 这些党领袖 去到武统大会的时候 他们也是要看这个党魁怎么说 可能党魁有分三派呢 可能两派 一派说我们就是要稳定 我们不要乱 因为再乱下去 什么都没有 然后大选人大家都会死 然后他们 以这一种口碑 去打这一个 第二层层的信心的时候 他们的那些投票方式 可能如果 如果做了这一个武统大会呢 马来人可能 所以武统可能就不要 bidraw from the government 很难说 我觉得那一个 is a potential outcome 那么其实现在 武统也没有一个领袖 能够完全带领武统 那么因为 他已经分成几个不同的这个派系 那么你觉得说 今年武统也要进行他的这个党选 那么Zahid到目前为止 他应该是会寻求捍卫他的这个 主席的这个位置 虽然说下面的人一直 不少下面的人说 你应该要走啊 你应该要这个 如果你不resign的话 你至少也应该要拿假之类啊 告假让其他人来做 那么如果是这一次的这个党选 除了Zahid之外 你觉得说 还有哪一些人是potential的 这个党主席的候选人呢 武统一路以来啊 都是实事造英雄嘛 也就是说 他们那些成为党魁的人啊 通常都是你意想不到的 就好像当时候 巴拉成为 武统主席的时候啊 大家都打破了眼镜 都不可能 不肯相信这个东西 当时啊 老马清典这个安华 成为这般人 大家也是完全都 迷蒙出来 所以一直以来 如果你读了这个 呃 巫统的历史呢 越是有可能的人 就越不可能了 嗯 要不然的话 安华已经成为了首相 穆萨伊丹 西丹已经成为了首相 Gaffa Baba 已经成为了首相 Dr. Isma 已经成为了首相 呃 反而是 那些意想不到的 就比如说这个 顿Abdullah 成为了首相 呃 之后 呃 纳吉就比较明显一点啦 因为呃 老马有说过 都是他一直在为这个 纳都斯里纳吉铺路嘛 然后之后 这个丹斯里 马尤丁目 一定 大家也是没有想象到 他会成为 就算是老马回来 当第七人首相 也是没有人可以想象到的东西 所以啊 以这个马来人当 躺愧的那个习性呢 越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就越应该不会成为 那一个躺愧啦 所以我就觉得说 嗯 姑且 如果不看那一些 我可以想象得到 我就把这个 独断排除的话 我就把这个 目的排除的话 我觉得最有可能的话 应该是所谓的 黑鹅吧 Black Swan吧 啊 这个东西完全没有理由 就好像把拉成为 呃 President Amnon 所以也是没有理由 因为我是蛮喜欢这个 把拉的那一个 呃 作风 所以我觉得啊 想象 OK 那时候如果把拉 还没有被appoint之前 被指定成为 巫统主席之前 我放一个堵柱 开一个堵台 一杯一杯 没有人敢跟我下注 说把拉会当手上 所以啊 呃 那个安华成为 副手相 也是一样的东西 他们知道 哎 这个不是已经要 稳定的给这个 穆萨基丹人吗 怎么突然的 撒出一个安华出来呢 所以啊 我去鼓励听众们回去 呃 想象一下 谁是你的 Black Swan 你的黑鹅是谁 谁是你的 Black Horse 你的黑毛是谁呢 你还记得那个 上一次的 巫统单选吗 之风 对啊 上一次就是 最最后一次 就是2018年的时候 对对 啊 但是 你当一个 Kairi 嗯 跟Kairi 对对对 对 所以啊 我觉得 如果 实际对的话啊 Kairi会有很大的机会 嗯 刚才你提到那只 黑天 呃 Black Swan 就是 Muhidin 大家都没有想到 他会成为首相 那么 Muhidin也应该是 马来西亚独立60多年来 最弱的一个首相 那么你认同吗 Muhidin现在他的这个位置 其实是 很尴尬 第一呢 他是最弱的这个首相 最少国会员支持的首相 同时呢 他的党呢 也是一个小党 土团党 原本就只有13个狗会 那么后来吸引了一些巫统的人 他就要跳进来 然后才慢慢的壮大 如果你觉得说 这个土团党 他会不会泡沫化呢 就像Bubble这样 扑 没了 你要说这个慕尤丁呢 是不是一个很弱的人呢 其实有两个方面 是他本身的领导方式是很弱 也是他处境很弱 就是说他还是一个极为数 多数票而成为组织政府的首相呢 我两个不同的看法 如果你说他是本职的话 本人的话 我觉得他是应该是最厉害的了吧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看啊 他只有联系啊 你知道去年啊 当这一个 Prikata National 组织政府的时候 你知道当时候人民的情操是什么吗 哦 这政府 党不过两个月 党不过三个月 根本都没有 就这样子给他 党过了一年 所以他 一定是做了很多 后备工作 后备功夫呢 是我们这个肉眼看不到的吧 因为呢 之前说 要通过这个不幸人票 要通过这个财政预算案 把它拉拐下来 还是把你的财政预算案都通过了 所以啊 啊 他一直一开始就是在这一个 领域啊 就是一个领危的处境呢 来领导这个国家 而且他都没有垮 到目前没有垮 其实一年我觉得很厉害 你放任何一个其他领袖 只有那一年啊 我觉得 他们可能熬不过去 所以在本质上 所以一个个人来讲 我觉得太厉害了 这个 太高招了 在后面做了什么准备功夫 呃 路眼看不到的东西 高招 财政预算案啊 呃 三读通过的时候 整个人跳了 这个是 巴勒西亚历史里面最高招的 个人首相 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个就是你看那个党的情况之下 也是一样的东西啊 就是只能说他 不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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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很容易就倒下来 instable之类的啊 他一切他都排过去 你知道吗 所以呃 他就是那种 见桥才桥那些的 见呃 就是呃 你什么 眼前有什么问题 我就以最好的方式来处理 那个问题 不要忘记 志峰 当时他做这个MTO 一开始两到三个星期的时候 他的名望啊 远远高过任何一个首相 你知道吗 那时候MCO 大家都说 这个肯定是最好的 我在社交媒体 也观察到马来日华人 是我们流水来最好的首相 所以在短短几个月内啊 组织了新政府啊 俗称后门政府过后 在短短的两个月就成为一个 最受人敬仰的那个 啊 那在短短的一年 又变成了一个人家 腿骂的hashtag 他都逃过去了 他都有方法 所以你说这个人高招吗 我觉得蛮高招的 那么他的这个土团党现在处在一个 也是相当尴尬的一个地方 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巫统不断在追杀他 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要满足伊党的一些要求 那么土团党跟伊党的关系现在肯定的是比土团党跟巫统的关系来得这个密切 那么伊党也拿到很多他想要的这个东西 那么你觉得说伊党是不是整个现在的马来政治斗争当中最大的赢家呢 其实伊斯兰党一直都是赢家 因为他对我来说伊斯兰党也是中国马来人党里面我本身比较能接受的一个以马来人和穆斯林为主的一个党 就是因为他们的处事方式本身跟读了很多聂老的生机 我觉得我太被他感化了 这个尼克兰兽 他创党和把这个党发扬的精神呢就是以不坛为尊 以伊斯兰主族就是所谓的公平为主 所以我是一个吉达人 以前我记得在读书的时候伊党夺回了那个吉达州 当时候就把我们非穆斯林都吓到了一通 但后来我们发现到其实这个伊党政府是蛮公平的 他们对于这些人民的诉求 人民之间的请求是没有分种族 只是他们会当然给伊斯兰这个课题更多的注意 所以一直以来伊斯兰都是在东海岸跟北马这边屹立不倒 而且他们伊斯兰党的这一些会员 跟巫统和土团党的那个情操和习性是差很远的 他们就是只要党魁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我们就不躲过我们只要党魁说 就之前比如说在北马或者东海岸 很多这个伊党的州议员和国会议员都是自掏腰包去竞选的 而且他们本来都很穷了 所以变成拉票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有一个很尴尬的窘境 就是当你看到巫统和西联在拉票过程里面 伊党就是在那边两个人拉着一个伊党旗在那边站着而已 所以我在这个第十四届大选的时候有去跑一轮了 所以我发现到伊党的那一些党员和党支持者呢 我们的习性和心态本来就是跟这个巫统和土团是天怨之别 这是第一点了 第二点就是伊党党魁上着这个基层呢 毅力不倒的支持啊 就比较有多一点谈判空间 当他们去跟首相谈判 你要记得就是只要政府不垮 首相还是首相去谈判的时候呢 他们得到的是即时性的一个东西 就是即时性的一个答复 当你跟巫统去谈判的时候啊 是一个different negotiation 就是等我回位之后我才给你 所以所以一开始伊斯兰党呢 就比较由于不绝 因为对他伊斯兰党来讲说 只要是跟马来或者是穆斯林 我不要说马来人 穆斯林政党保持这个友好的关系的话呢 将是对穆斯林是好事的 至少这个伊党的党员是这么想 所以他们就不去那边 不在社交媒体呢 对巫统或者是图团当然做出人身攻击 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下注 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啊 这个伊斯兰党跟这个图团党 组成了这个Bregat Annation 然后巫统还是要坚持这个毛发感嘛 就给我感觉说啊 好像是一夫妥妻的感觉 两个妻子啊 一个是图团 一个是巫统 有什么问题呢 所以他们已经有那个请教 只要我公平对待你们 大家都是一家人 就感觉上他们是以那种暧昧的姿态呢 现在在处理着 在处理着这个三党之间的那些瓜哥 这个党虽然是小 但是他权力很大 就是图团党 因为首相在那边 就好像一个很有权势的仪态那样 这个巫统呢 虽然没有权势呢 但是他却很多会员呢 就好像一个很富有的那一个正式那样 所以一个很有权势的恶以太 跟一个很富有的正式呢 哪一个要牺牲呢 我觉得身为一个比较有理智的丈夫 就是牧师领丈夫 本来就可以一夫多妻嘛 我们就保持这一个很和谐的状态 只要你吵架我就去安抚你 只要你不爽我就去配合你 只要你觉得我不够给你关心 我就是给你关心 感觉像伊党在做着这个东西 只要是这个家表散就好了 那么其实虽然说之前 比如说在2019年的时候 当老马做首相的时候 他出席这个马来人尊严大会的时候 一直就提到说 马来人大团结 那么其实如果看回去现在的情况 所谓的大团结就是巫统 三个马来政党 巫统 从伊党跟这个土团团 其实我不知道我这个观察对不对 就是其实他也没有所谓的这个马来人大团结 因为回到来各自政党的时候 大家都是从各自政党的利益出发 就比如说这个巫统 我要的东西 我要跟student的这个部门 我要更关键的这个部长 我要更多政治职业 那么土团团也同样的说 我要争取更多的这个职业 让我的党能够一页长大 那么至于立党呢 他也获得了他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他有了这个几党 那么他也成为了联邦政府 所以其实在这个政党之间的这个斗争过程当中呢 我倒没有什么特别看到说所谓 特别要去捍卫马来人的这个权 反而是个别政党说白了 就是政治人物你自己的这个利益 你政党的这个利益 你并没有真正去关心到 刚才你提到的就是整个pyramid的最底层的 那一个人民的这个生活 反而更多是争权夺利 那你怎么看呢 其实你说的很对志锋 我感同身受的 我也是觉得这一些 喊着这个大团结的那一些口号的人 其实根本都没有把所谓的 这个大团结的定义全是做主功夫 什么是大团结呢 就是你要把他们举起来说 我们大家一心一致的要去干掉这个华人吗 还是大团结就是我们要一起努力的改造自己的进步 所以把进行竞争力提升都没有 然后你要看他在这个 马来人尊严大会里面提到的东西 跟他以前在巫统里面提到的东西 也是没有什么分别 就是你要自强不息 你不要去给别的种族的人踩着你 就是没有分别 所以我不把它当成是一个 我把它定位成一个马哈迪口号 马哈迪的大团结 以往他在巫统的时候 他成功的达到那个目标 就是让马来人团结起来 真正的把马来人分散的就是伊斯兰党 伊斯兰党也就是那两个小周数而已 而且老马也是用他的方式 就是铁碗政策的 确保这一些宗教分歧人士不可能会得到 一个上到政坛的机会 这是老马的方式 所以当国家开始 当这个顿阿布朗跟铁碗 开始放松了这一个所谓的铁碗政策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他们不是分裂 他们不是因为种族之间的分裂 而是他们是以这个 就是所谓的要求不对 这个四个东西 本来就是要求 我们在经济上不可以输给华人 我们不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当乞丐 那现在可能这一层的人觉得说 我没有啊 我不觉得是当乞丐 我要先对付你这些贪腐的马来贪官先 我不管你是马来人还是华人 只要是贪到先对付你先 可能下面就想说 哦 我要伊斯兰先 因为这个是 我没有钱不要紧 经济不成长不用紧 我只要确定啊 我做足功课 以便啊 我的身后啊 可以到 可以到 也是有这样的人开始在噴火 所以他们的那个意志不再是 哦 不要被华人 非穆斯林其父 分析化了 所以那一些 所以你的行动党讲说 就是在 在讽刺这一般呢 在生活上没有什么积极要求的 穆斯林的一种推契的说法 然后其中另外一个就是那些觉得说 被华族打压的马来人呢 就是以前传统老马制造出来的那些燕华族 白华族啊 如果政府不保护我的话啊 我现在申请工作 Chinese only must even speak Chinese 这样子的东西 我要去哪里可以立足啊 这政府帮我们的话会怎么办 这边的人就开始走这个路线走 他们就形成了现在的巫统 很多右翼巫统分子 但左翼呢就好像 像凯里讲马来人又开始出来说 你看他们 创立那个 The Central 所以我们不要在六翼分子的 我们要做中翼分子的 Centries啊 就开始走这一些比较 他们叫马来人叫做比较 Sanboy的路线啊 就是比较 比较 不再是极端化的路线 就说 没有问题 我们都是好朋友啊 其实凯里在2014年就写了一个文章说 以前我一直在 Sati Alaba都说 就是去教堂啊 每个星期日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 所以就成为第一个 寓马来西亚Christian Merry Christmas的部长级人物啊 所以 在乌统又分出来这一些中间分子 然后在这个伊斯兰党又分出来阿曼娜 所以他们已经不再把 华人或者是 非穆斯林成为唯一的假 其实你说这是分五年吗 我说这个本来就是民主应该有的东西啊 本来就不应该有一个 大前提洗脑 就好像纳粹啊 整个阿里亚民族啊 都洗脑成为 哦犹太人就是问题的所有根源 我们大团结来对付他们啊 对付这些共产主义分子 对付这一些犹太人啊 所以这个就是对我来讲大团结的问题啊 志丰我要跟你说 其实我有这个想法是 以前我在马大 修读这一个学士学位的时候 一个教授就跟我提起 We need to be united 为什么 我说哦 如果不团结的话 国家不能进步 谁说的 很多国家都没有团结 打起了课做课的 好像整个澳洲啊 分了七个州 每个州有自己的教育系统 每个州有自己的那一个驾驶系统 也是没有什么团结啊 然后他也给了很多很实际的例子啊 讲说团结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来的 这个是我的那个教授说的 团结其实是一个双刃刀的 他可以让那一些像 可以控制到这一个团结的 来对付这一些 所以我以那一个思维模式 做了一些参考 我就觉得说 其实马来人有算是四分五年吗 没有啦 只要是 再来一个外来 你要看那个 有没有团结 你就去设想一下 如果突然间有 别的国家的 对我们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话 我们就觉得 我要抵挥我的国家了 但是我们都要逃去 那一个国家 我觉得大家还是会团结 在这的时候保护自己的家园吧 所以那个才是需要性的团结 necessity united by necessity 我不是united by default 刚才也有提到说 这个马来中产阶级 那么我们来谈一谈 其实马来中产阶级 因为城市化的这个原因 所以越来越多马来人在城市生活 那么城市中产阶级 也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票源 那么安华或者是这个Amana 就在这个马来中产阶级中 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 那么你觉得说这个 马来中产阶级扩大了之后 会不会让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政治 走向更加 总有更加的这个moderate呢 因为城市中产阶级 他们要求的呢就是 更好的生活数字 比如说他们更关心环保 然后对一些普世价值观 会更有追求公平公正 而不再是专注在个别比较小的 这个本身的这个宗教价值观 会不会有出现这个情况呢 智峰啊其实我发现到中产阶级的马来同胞们呢 都有都有这一个现象了就是从商呢 从政跟打工呢 在中产阶级形态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你是个打工的中产阶级呢 他们会觉得说哦我在这一个公司 一个大公司可能是个保险公司 只有几千个员工在里面 可能做上了一个高职人员 一个月的薪水可能是过五位数 我都跟我的那个华裔 华裔的同事都很好啊 他们也是如果有力也会pass给我 他们这一般人呢就会比较开明 他们就会比较不能接受 巫统和独特兰的那个narrative 他们之所以会去接受 这一个PKR或者安华 不是因为他们比较相信他 而是他们是 而是他们不能接受这个巫统 比较不能接受巫统 也不能接受独特兰 也不能接受这个伊斯兰党 所以这个是我发现到 在打工的中产阶级会比较多的 第二个就是从商啊 从商的中产阶级又不一样了 从商的中产阶级呢 就会知道一样东西就是 只有通过掌握国家政权啊 他们才可以啊 provide an ecosystem 因为现在比如说 某些行业啊 比如说建筑业 建筑业都是被华人掌控嘛 所以如果马来人 没有掌权的话 而且他们要从事于这个建筑业来从商的话 马来人都没啊 以前马来人就是 对这一个 这个是我看 我在读学士学位的时候研究马来西亚 发现到很多时候马来人对 所以华裔的反感呢 是因为华裔控制了这一个 橡胶价格跟米价格 米商工会跟那个橡胶工会实在太厉害了 只要你不是我们的人 我们就不让你参与我们的工会 你就不知道我们价格 也不知道我们怎么卖 所以马来人觉得说 我在我自己的地还要看你们脸色 连米都不知道要卖都不想卖 所以这一个情况呢 在现在还是有的 至于那些中上阶级的马来人 从商的中上阶级马来人就了解到这一点 如果我不把这一个整个ecosystem build出来 是亲友族同胞亲马来人的 如果我不found一个Malai Chamber of Commerce的话 如果不强行takeover这根SPSPR的话 这样我们马来人的利益 永远都是给华人的了 我们永远都是Ali and Baba 因为华人都不会双手送给你 你去问华人说 我什么辛苦打造出来的一个公司 我跟我的同行一起做出来一个工会 你要我双手这样子送给你吗 所以那一种情操有在 那个形式未必是如此 但是那个情操有在 所以从商的中上阶级的马来人 会比较偏心与右翼 他们比较不能接受安华 这种什么东西都要拿去给DAP 什么都是要一同样 这样子的东西我就要走这个土团或者巫统的路线 至少他们可以guarantee 这一个Malai Business Ecosystem 所以他们的想法是如此 第三就是重振了 重振更加厉害 他就看我的那一个 我的那一个audience是谁了 我的听众是谁了 当我发现了听众了 左派多于右派的时候 我就一直跟安华了 我们要liberdo 我们不要recy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化学的 你要看他们一开始 那时候是如何定位 如何被Mal 如何被那个模具模化出来 而不是他们从小就有这种感觉 还有另外一部分是很少数很少数的这个 被批评为是Ultraliberal的这个 比如说像City Kasim这一种 像Professor Tadudin这一种 可能是只是很少数尖端顶部的那个 可能是1-2% 那么你觉得说1-2%的人 有些人讲说Gidentify也是属于这个Ultraliberal 但我不觉得说Gidentify是属于Ultraliberal 可能City Kasim是属于那一种 那么你觉得说这一种像 从Gidentify到这个 像City Kasim Professor Tadudin这一种 人数以及他们的影响力会很多吗 包括这个City Kasim要成立那个党叫做 Maju 对 有一个NGO 不叫党啦 他们叫做NGO 那么其实他们有没有这个影响力 我每天都有去关注这个City Kasim的文章 因为其实我发现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他跟很多Liberal就是开明派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敢讲啦 他讲的东西其实是很多人都认同的东西 只是不敢讲而已 所以问题是多不多这种开明派的人多 但是会不会因这种开明本身心理的开明而去接受 所谓开明人应该做的事情的未必 就比如说我给你一个例子 很多很开明的有洲同胞都说 哎呀这个Azmin跟这个Hazik 这个同性恋 video的那一个指责 这个Ellegation 他们在房后做的事情 就让他们在房后做啦 我不理会 然后他是一个好的政治人物 我就投给他了 我不知道我不理他在房后搞什么鬼 然后你去不去跟这一位生死上 你把这个东西放在脸书 你说出来 那些要指责一个NOSA在那里去谴责他 哦不要不要不要这种不要动 知道就好了 不要去stir the horn ok 这样我想请问志峰 这一种做法的人呢 就是我不会去开口 认同开明的行为 但是我心里是开明的人 这样我算开明吗 众人很多 其实这种 他们也是我觉得说 他们是受限于这个identity politics 就是那个身份政治 就是说我的立场 必须要跟我的身份 跟我的identity符合 那么现在identity politics 也越来越多人去讨论 反而种族政治 race politics就比较少人去讨论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 一个课题 就是identity politics 你怎么看呢 我你讲identity 完全是正确的 就拉回我一开 我们这个穆斯林的穆斯林 identity 你知道吗 因为穆斯林 my status as a Muslim 我身为一个穆斯林 可兰经跟这个哈迪斯的教诲 是不容置疑的 没有在讨论 no discussion 但可兰经说 同性性行为是罪恶 不可导致的罪恶 这样我们就不要去讨论了 什么是不可 什么是可能不是罪恶 这个是罪恶不罪恶 所以这个穆斯林就有 就了这个identity as a Muslim的牵挂 你多开明都好 你多开明都好 你不可以同时说 我是一个亲身 大智商的穆斯林 全世界的穆斯林 都不能接受这个说法 就是说 我是一个开明的人 我能接受这种同性性行为 穿着暴露 but at the same time Itslam is beating me and god 穆斯林不接受这一点 嗯 那其实刚才还没有讨论到 就是你觉得说 安华他在马来社会里面 他尝试要走中庸 走这个包容性 inclusive 他最终会不会是两头不到岸呢 他没有 其实对对我来 对我的观察来说 马来人不会觉得他在走开明路线 或者是走中庸路线 他只会觉得他是一个投机分子 马来人其实整体上呢 被这个老马的 对于这个安华的抹黑还没有走出来 当时老马在1998年的时候啊 用尽所有办法呢 来抹黑这个安华 只要你能想象的东西 他都能用出来抹黑 做了很多video 做了什么 那个时候八十九十年代的马来同胞 马来西亚人呢 没有什么 access to information 选的只有主流媒体告诉你 那个时候长大的人呢 都是这样的 这个不可靠的人 不可信的人 这个可怕的人 这都是老马 把安华 处理掉的时候 放出来的东西 花了整十年了 来帮人们洗脑了 那些不被洗脑了 就是烈火莫吸的人呢 到现在还在烈火莫吸着 因为他们完全那个时候 就把耳朵关静静 不听这样哄言了 但是那时候只要有听一点的人呢 都会扎根 所以我现在每一次去发现到有族同胞 不管是基层还是中产阶级 谈及安华的时候啊 都不谈他的那个理念 也不谈他要做的东西 你说他中产 他们连听过没有听过 他们就说 这个人不可靠 不可信 说谎 讲的东西 不会做 Oh you don't know him We know him 他们都会来这一套 It's untrustworthy 基本上啊 为什么安华本身呢 本身呢 只能通过他身边的同僚 推崇他 而上到去成为新民的主席 或者是那时候明年的主席 而不是靠人民说 我要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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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马就有那一种魅力 老马靠个人魅力呢 团结了当时候的希盟支持者 来支持希盟 安华呢 在2013年 要靠个人魅力的时候 还是打不过 连纳吉亚都打不过 所以你说他有那种魅力呢 志峰 如果说回马哈迪啊 你记得说马哈迪他今天已经是96岁了 2021年96岁了 他还能够在正盘发挥他的角色吗 他虽然我们知道说他还有影响力 特别是在马来干凤 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 那么现在的这个氛围 马来社会还会不会再给他机会呢 华人的话可能是80%都不再相信老马了 那么如果他要发挥他的影响力的话 他可能又要回到去这个干凤 那么马来干凤 那些这个B40跟这个M40 会给老马机会吗 你觉得 我觉得他们现在马来人或者是马来西亚人民投票的方式啊 不再是一个黑白新的东西 它会比较机会成本 所以他们会一直以前是干着我那个情操 因为我意识无忧啊 政府一直 所以我可以 aford呢 我可以 aford to go to the ballot station right 只是看我当时的情操 我很讨厌 我很喜欢老马 老马给我那一种 雪流雪成沸腾的那一种心情 我给大家可以救整个国家 我的opportunity cost什么呢 2014年的时候 2018年的时候 opportunity cost 但是如果我不投给老马 我就等于我一直要继续缴着一个消费税 我就是等于继续要缴着一个一马公司带来的货害之类的 这个就是他的narrative 现在的集会成本是什么呢 志峰 如果我投给老马 我的集会成本是什么 你问以前2018年 几乎10个人 9个人要帮我去ST DNU要给 我的集会成本是固定的 你知道吗 你去问10个人 集会成本回答一样的东西 但现在我去问他 OK 现在你投给老马 如果你不投给老马 没有太大差别 没有什么差别 想不到 所以要回答那个问题 是要看大选的时候 他知道什么话题 他知道什么话题 他当了第七任首相的两年内 他没有使劲到很多他本身口述答应的东西 他就讲说 他就讲的那一个 宣言不是圣经 那个人还在记得 所以只是靠nostalgia 就是只是靠那一个以往 你以前是我们首相 我以前很尊重你 而现在投给你 还是有人会那么做 但绝对不会像2018年的时候那么多 绝对不会 那么如果 如果我们做一个假释性的问题 如果现在举行大选的话 那么你觉得说 马来人的这个投票倾向会怎样 当然我们知道说 可能是每个地区会有不同的这个投票景象 那么如果是明天就举行大选的话 那么你觉得说 马来人他们会怎样来投票呢 如果是 比如说你看沙巴州吗 沙巴州巫统跟这一个土团党 和这一个 Horiz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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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中央是一伙的 P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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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互相对 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就算是土团党和Brikata National 作为联邦政府 但是慕幽定 也特地飞到沙巴去帮Brikata National 拉票 巫统还赢那么多 OK很多人就说 不要把沙巴的情况带入这个半岛 因为沙巴是个很独特的州 它的那个情况不一样 但我觉得要看这一点 就是到底怎么上位了 就是 是巫统跟 这个巫统跟反对党一对一呢 还是巫统要跟土管党 又要再跟伊党一对一呢 还是伊党不跟巫统 只跟Brikata 或者不跟Brikata 只跟巫统 这个都会影响这一个 outcome 就当时 2014年的时候 我正就以为了 啊 伊斯兰党会分掉这个西蒙的 密集吗 的投票吗 结果是 那个 炮开箱后头 中到自己的脑袋 就是把这个巫统的票分掉了 这个伊党 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就是放谁啦 嗯 会不会是如果我 今天得罪了这个Zai Hamidi 他不要签我的那个任命状 嗯 我两个月前就好像这个单 就好像单随阿诺摩萨 肯定不会放你在Putra Daya嘛 对不对 嗯 这个Zai Hamidi 这样 如果我又要竞选 我又觉得我有胜算的话 我就跑去 土团党了 呵呵 等着瞧吧 这个阿诺摩萨如果他要让 他一定是跑去这个土团党的嘛 然后他已经花了这么多钱在Putra Daya 他会上阵哪里 上阵Putra Daya Putra Daya 谁要上阵 阿诺摩萨又要上阵Putra Daya 阿诺摩萨又要上阵Putra Daya 阿诺摩萨又要上阵Putra Daya 登顾阿诺摩萨又要上阵Putra Daya 因为阵Putra Daya 几乎是establishment seat来的嘛 对 谁上的 谁上的 比如说真的是土团党啊 放了这个万塞摩萨上去 这样你问阿诺摩萨也放过他吗 如果BN呢 放了这个登顾阿诺摩萨上去的话 这个阿诺摩萨对礼他的话 真的是要投给谁的 两个都对我有恩啊 如果是不成之名的话 所以这样子的类型的情况会一直上升 一直上升 然后对我来讲呢 巫统会赢啊 巫统会赢啊 是 大部分的巫统的这个 seat 尤其是上次大选三角战的 他输掉一点点应该都会拿回来 对 因为巫统很厉害 巫统呢 把2018年2019年的问题 归咎于DAT 火箭的问题跟老马的问题 都是他的错 让人民可以了解到这一点 就是因为以前在纳吉的时候 有这个BRIM 然后有这个格戴萨 杀巴萨 然后有这个婆罗洲大道 然后我们又有MRD 那些LRD 那个ETS又见到去什么 所以他比较有政绩啦 只是这个西蒙啊 算错的一点就是那个GST remove了过后 他们没有enforce这个price down 就变成人民觉得 你把GST remove掉 我都没有省到几块钱了 所以那一个是导火线之一来的 导火线之一 所以巫统就讲说 你2019年的痛苦 跟2020年前期的痛苦 是老马和林冠银 跟林基想送给你的 现在巫统又来讲说 你这个MCO 2020年跟2021年的痛苦呢 是这个BN送给你的 所以我呢 我是来打救你的 我觉得马来人呢 这个G层的马来人 跟第二层的马来人 实在是太疼了 他们已经失去了工作 饿肚子 MCO啊 他们要一个 能救我的人出来 然后巫统最厉害就是 那个我能救你的狗号出来 然后是谁害你的 现在 以前我不能讲谁害你 因为以前我是政府啊 嗯 对不对 我可能在拉票的时候 纳吉邦 纳吉好 我记得在后面讲说 他用NBB 都给我钱 GSD是他要的 对不对 所以造成很内红啊 因为没有办法 下面的人不会说话 那现在没有了我 不是我的党员害你的我 是那边那两个人害你 所以这一个传统啊 突然就可以用了我 所以我觉得 这种大前提啊 我不会说因为这样子 巫统会赢我 所以因为这样子 巫统更加容易赢 跟2018年比起来 那么这个啊 这个谁 Mohitin的那个Bersatu呢 Bersatu是不是要吃胶了啊 Bersatu很努力的在 招 招巫统的那些基层党员路 因为他们 他们其实不会走这个 idealistic party路 先去好像行动党 行动党多少个党员 20万都不到啊 但是居然可以 command 几百万的那个vote 嗯 所以啊行动党啊 是一流的 在一方面 就是他们不需要基层的 嗯 就好像四部蝶区里面啊 每次有Event 就是8个人 还有15个人 跟那个我的好朋友 郭树青走来走去走来走 然后但是啊 当时候大家弄记忆来说 哇带着整队50个人 60个人来 还是输 所以啊 呃 巫统呢和土团党 有个问题是他们只是 会用继承政治的方式来生存 他们不会用理性政治或者是 理想政治 idealistic的那个politics 所以我觉得 呃 他们的想法还是这样子 只要我抓紧那一些很会煽动 继承的人啊 这样我觉得我继承的他就是我的了 就比如说我去找着一个支部 主席家说 哎哎哎进土团党 我给你这个好处你知道这样 嗯 就他个人进了土团党 他一定是把整队的人都拉进来嘛 所以他们还是以这个思维模式 但是这个思维模式 也不是完全不对 你要有一个很大的推力 就好像以前老马 一直咬着这个消费 所以一马公司推力 大家就 左边这边呢 我的我下面的人都已经很讨厌 我的老板了 右边那边就给我一个 alternative 我当时去跳咯 那时候 Dansuri Rakishatim Rakbida 那些全部就退出武统 或者是等着被武统炒鱿鱼 就罵武统 There's nothing to lose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是不是 Is there nothing to lose 过两三个月就会了解到 这个走基层路线太昂贵 太花费时间 太不切实际了 那个时候 他们可能会走其他的路线了 就是开始学习走这个理想派路线 我不觉得说他们会走这个走理想的这个路线 或者是走这个走政策的这个路线 他们都是走走short cut比较多 因为图团党就是巫统的2.0 就是布拉布拉 巫统的这个模式 他们的思维 他们的整个做法操作模式 都是用巫统的那一套 所以他只能够走short cut走捷径 那么走捷径的话 他又没有太多的这个优势 他可能只会守住几个 可能是那20多个的这个国会议席 那么如果要再壮大的话 他可能就要拨巫统的一部分列 或者是拨其他的这个东西 可能到目前为止 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都不知道 巫统和平了 OK好 非常谢谢你之间 这一期超过一个小时的这一个分享 那么日后如果还有其他 马来政治的课题的话 会再请你上来做课 谢谢你 好 谢谢李之锋